在中国两年多的防疫以来 这个画面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罕见 因为在愤怒示威抗疫的城市当中 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 也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 国际媒体关注到 这个在公开喊叫的声音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而且现在这个白纸抗争已经串联 除了北京上海的大城市之外 另外还有从深圳到新疆 整个导火线 让人非常的不忍 是上周新疆乌鲁木齐 在高楼里面有一场大火 起火点原来是15楼 后来狂烧了三个小时 火势一直上窜 蔓延到21楼 那么最后三个小时之后 救出了10个人 但是这10个人 19个人 但是有10个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浓烟 时间过久 最后救出火场 还是因此丧生 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有效的扑灭火势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栋楼曾经有人确诊 因此在这个楼的下面加了铁板和栅栏 阻绝了消防车可以按照常规常理持缘的通路 那么后来呢 消防车竟然从旁边的大楼用侧边浇水的方式 试图扑灭火势 那么下面的人喊说根本就浇不到水 从新疆的这个惨剧引发了大陆各大城市的串联 所谓白纸运动 白纸抗争的意思就是高举白纸 要显示他们反清零 反强势镇压的心声 这些意见一点都出不来 我们关注一下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串联式的集体抗争 从新疆乌鲁木齐到甘肃兰州 从首都北京到上海 成都武汉广州 深圳等各大城市 连日来陆续出现无惧强势警力威吓压制的大规模示威浪潮 抗争呼喊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扁燃民众抗争情绪的导火线 就是上周四晚间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这场大火 当地一处住宅社区的15楼 因为卧室内的延长线电线走火引发火灾 但该社区已自因为过去三个月来为了防疫 遭当局以铁皮和栅栏封锁禁止人员进出 导致消防车救灾困难 火势持续延烧下 即便消防车从附近高楼处喷洒水柱 却因为距离过远难以灌救 火势与浓烟从15楼一路蔓延至21楼 消防人员在三小时后终于扑灭火势 但是从火场带出的19名住户全都吸入有毒气体 其中10人丧生 9人吸入性被损伤 旅居海外的死者家属闻讯不敢相信 直批封控妨碍救援是事故死伤严重的主因 但官方可不这么说 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 对居住建筑中通往楼顶的第二安全出口位置不熟悉 火灾发生时 为进行有效的扑救 及时的逃生自救 官方说法令外界忍无可忍 先是新疆民众上周五晚间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并且与警方对峙 而这股抗争浪潮更在接下来的周末迅速席卷各大城市 然而包括上海警方在内对示威者的强力打压 进一步激化抗争浪潮 刚刚过去的两天周末 上海民众不但在当地以乌鲁木齐命名的街道附近 献花致哀更聚集抗争 示威者高举白指讽刺当局的严格封控作法 让民众连表达意见都沦为妄想 只能以白指抗争 但就算是这样和平的表态也遭警方强力压制 警方强制作法不但无法平息抗争 反而让更多的民众走上街头 除了反对严格封控防疫 上海示威者更罕见的对执政的共产党 以及一个月前才在二十大中成功赌掌大权的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表达不满 就算上海警方试图以武力镇压示威 但民众怒火难以平息 全中国大陆此起彼落的抗争浪潮更是无法阻挡 各地示威者更以义勇军进行曲等共产党标志性歌曲 作为抗争下的共同旋律 中国难道连自己国家的国歌 难道连自己党每次开会都要唱的党歌 国际歌都要封锁都要封锁 都要因为唱这个歌而被抓走吗 周日晚间在北京示威的民众更直言 要声援上海示威者 我们应该声援这些更勇敢的人 上海放人 然而大陆警方无视民众诉求 周日晚间甚至对正在上海采访的BBC记者动粗 并且加以拘捕 关押几个小时后采访人 事后竟然还大言不惨地向BBC声称 逮捕记者是为了他们好 避免他们染疫 面对这波来势汹汹的抗争浪潮 尽管学者坦承 示威口号中出现习近平下台非常罕见 但在习近平权力极为稳固 缺乏挑战者的现实下 恐怕难以撼动当前中共的专制格局 清零防疫政策也不太可能 会在短期内有较大松动 因此尽管包括日本东京 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 以及澳洲雪梨 都有大批华人响应境内的抗争 却全都成了官方口中的 这股从新疆大火引发的反抗浪潮 能在中国大陆烧多久 恐怕并不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